在剛剛的那個 REPT 加LEN 其實這個函數說真的 邏輯 太複雜了 那有沒有什麼更簡便的方法 來完成這件事情 是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 在我們的函數裡面 你可以把剛剛中和練習題 再複製一個 複製的話就是 把這個工作表拖拉 同時按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意思就是複製工作表 那我建議你可以把這個綜合練習 外面刮譜改成叫TXT TEST TEST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要用REPT加LEN 我們用TEST函數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什麼叫TEST 實際上就是格式化 在那個Excel裡面函數裡面 會有一個叫格式化的函數 那這個格式化函數 文字類裡面呢 你可以找到一個叫T開頭的 所以這邊有個TEST函數 它裡面呢會告訴我說 依照指定的數值格式 幫你把 數字 轉換成文字 它這個地方也可以轉換文字 數字變文字 但是它依照指定的格式 那什麼叫格式 實際上呢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把 區碼跟末碼 這兩個好了 選取起來按右鍵 那剛剛也跟各位講到有儲存的格式 這個格式其實就剛剛他提的格式 那格式裡面呢如果說我今天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找到三個零 就是三碼的話 有沒有 我要三碼 其實你可以制定一下 制定裡面的話請你把裡面的 這個 制定 這邊有一個可以輸入資料的地方 你輸入三個零 一個零表示 一個 一個字的意思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選取 這兩個 儲存格 那我把它 按右鍵儲存格式 制定之後 輸入三個零 你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它會變什麼 084 007 OK 有沒有看到 那想說 那不就這樣OK嗎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我現在直接把它串接在一起的話 其實它會不會真的串接OK呢 其實你就 再串 把它end 然後串它好了 先4G打勾 奇怪了 不是後面明明是 084嗎 可是它為什麼還是84呢 特別注意喔 格式的話呢 它只是改表面 它沒有真的幫你改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真的想要把它看到 變成 真的改變成 084的話 那該怎麼做呢 其實關鍵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函數 就是TES TES呢 就是把你看到的 變成真的文字 OK 那使用方法 特別注意喔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現在如果 現在如果你這樣格式 它把它轉成自定 0 0 0 自定 0 0 0的話 它只是表面上看起來是084 但如果你要真的變 你要的 要把它改回來好了 改回來就是 通用 又回來了 它又84 那如果你要真的改的話 你可以在 I欄的地方做練習 插入函數喔 你可以試試看喔 使用剛剛講那個TES函數 1 Value 就是你要的那個值 值的話就是這個84 Format TES TES一定是文字喔 請你把剛剛 剛剛0 0 0輸入 但是一定要文字 所以前後加雙一號 輸入 0 0 0 把剛剛輸入到字體裡面的東西 輸入到這裡 那這裡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 剛剛是表面上看到的東西 這裡的話是真的幫你轉換 OK我們按確定喔 底下也會出現 0 8 4 而且你從旁邊呢 也可以看到 原來是數字 變成文字 前面 5一個0 所以喔如果你今天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0 8 4都出來 當你向右填滿的話 007也出來了 因為他自動去抓7 幫你格式化成3嘛 那如果 以剛剛這樣的邏輯 用在我們這邊的話 前面 其實 只要怎麼做呢 也是一樣嘛 你就是先做到 那個什麼呢 做到減這邊 然後AND 再加上什麼呢 剛剛那個TES 所以最近有使用過TES 所以ANDTES 把 084的84加進來 然後 那個文字部分的話 就加000就好了 按個確定 084OK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REP教育N 跟TES比起來 TES好像簡單多了吧 OK 所以以後你只要知道格式的話 就一定可以轉換成文字 轉換的方法 向下填滿 其實你會發現喔 馬上 結果 也就做出來 所以這個方法二 方法二的話 相對於方法一 應該來個簡單許多 我發現你REPT還要想說 我要重複幾個零 然後再把那個後面東西串在後面 雖然結果一模一樣 可是 要是你的話你會用哪一種方法 應該用這個吧 這個應該TES簡單多了 OK 所以我剛剛講過了 解決問題的方法 沒有標準答案 取決於你對於這個工具的熟練度 順便還有沒有第三個方法 有啦 可以想想看 在裡面的話 應該有太多功能 250幾個函數 有沒有要更好的 再來也許 我覺得TES已經夠簡單了 再來的話 我們 如果要讓它更快 恐怕就是 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按鈕 剛剛提到 按下去 應該沒有比這個按按鈕更快 按按鈕意思是說什麼事都不用做 按下去就好 所以 以後如果你的工作都變好幾個按鈕 早上來了就按它一下 你去泡咖啡 吃早餐 一個早上的事情都做完了 之前我有個學員很妙 期末我們有做那個 他們要上來報告 他就說他把工作 他本來一個早上做的事情全部寫成VBA 他就demo給我 給大家看 真的很厲害 按一下 畫面一直 他說他以前一個早上的事情 就做完了 他就把他以前一個早上 所有的事情寫成VBA 沒有不是銀行業 好像製造業 OK 所以 你說那你剩下的時間要幹嘛 剩下的時間要幹嘛 就多很多時間出來了 不過他還學那個課 印象中好像也是他老闆叫他來的 他老闆應該也知道 就是他已經做完了 所以老闆很聰明 再給他一些事情 讓他做更多事情 OK OK 所以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錄製聚集 請各位先把剛剛test先做完 待會我們再來看怎麼錄製聚集